财团法人刘秀璇纪念慈母公益慈善贵 常年都会溢注奖学金给县内的肉食学生 今年一共是加汇了全县515位的学子 县长许舒华也来到了民间国扫 颁发给民间乡以及中疗乡公司16位的学生 希望可以协助减轻家庭遭受极难陷入困境的学子 让他们能够安心来就学 由民间国小职敌队为活动进行暖场 财团法人刘秀仁纪念慈母公益基金会 常年关怀县内弱势学生并捐赠奖助学金 帮助他们渡过生活难关 今年总共发发给515位学子 让他们可以无后顾只有的学习 刘秀仁公益基金会在今年度 我们也特别循着在去年跟前年的例子 特别希望把我们的公益的经费 能够把传爱到我们所有孩子的身上 所以从前年疫情开始 在我们的基金会的整个的讨论之下 希望把这笔的基金能够做更妥善的运用 这次我们总共515位的学生都能够受贿 每一位学生是1万块的奖助金 希望透过助学金的协助 能够让这些孩子在学习上面 能够感受到我们企业的关爱 本次活动会在县内各乡镇陆续进行 今天与民间国小颁发给民间商 以及中疗商共46位的学生 相反感谢基金会以及县府的用心 并期待学生在未来会更加认真学习 等有能力的时候可以回会给社会 这个奖助学金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帮助有需要的一个家庭跟孩子 希望他们在整个求学过程是没有后顾之余的 今天总共受贿的学生有46位 真的很谢谢县府办理这个活动 希望领导的小朋友都可以取自于社会 用自于社会 将来长大的时候就可以回馈社会 这是我们这个奖学金最大的一个目的跟用心 留学人纪念慈母公益基金会 长年关怀县内弱势族群 除了教育在民生上也是尽心尽力 县长许说表示 未来除了结合社会爱心 也会努力争取更多资源 让大家得到最完善的照顾 留学人基金会长年以来 不管在我们的低收入户或者是说教育 包括有很多的伤障补助 他们都做了很多的协助 所以未来我们县政府除了在民间的资源投入外 我们县政府也会再加入更多的资源 也感谢我们议会长期来对我们的支持 相继在县府以及各单位的努力下 县内的教育环境一定可以越来越好 记者立卫庭南投县财文报道